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那個學生練習二的答案在這邊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寫的跟我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接著介紹一下等他數量 等他數量呢,非常的簡單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可是都忘記了 隨便舉一個等他數量 最簡單的等他數量就是X2 你可以說 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 為什麼我可以說這是一個等他數量 他的特色是什麼 他的特色就是第一項 這樣 但是啊 是因為我用來 A1、A2 我把他飆上去之後呢 你是不是用後項 剪掉前項 都差多少 3-1差多少 就是X2 5-3是不是也X2 那 後項剪前項呢 X2 這個就叫做公X 因為大家都X2 那戒指 我們可以去推出 等他數 那個等他數量的 AN項的公式 比如說你看A1是1 A2 A1就是A1 A2是不是A1 首項加上一個公X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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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 加兩個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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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公差都是間隔 間隔是不是會比他的像素少低 所以這裡就可以推出的差數列的公式 記憶上就是an an相對等於a1加上n-1的公差 想說這裡應該非常的有印象吧 好那舉個例子一下 我的a8是不是等於a1加幾個公差 間隔有幾個 就是7個就用8減幾碼 7個所以會有7個公差 意思類為 好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請搬到老命加頂3 啊等一下還有一個等他動向 稍微介紹一下等他動向 這邊呢跟國中不太一樣了 還有一個這個第三點 你看到第三點 你的公差呢可以藉由這個公式去算出啊 那這個是什麼公式 這個其實不會很難 你的公差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第八項 A8 第八項是A8 減掉A5 然後中間的間隔數 A5 是不是 假設這是A5 A6 A7 A8 中間是不是1 2 3 差三個間隔 是不是8減5 三個間隔 那你這樣除出來就可以知道他的間隔公差是多少 所以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 這個不用 就是可以這樣去算出公差 就是他這裡寫的意思 如果你是AN項 減掉AM項 你可以用AN-AM 然後N E1 上面是這個樣子 不難想像 來 OK 好 再來 國中也有提到所謂的等差中向 那什麼是等差中向 就是說 A B C 三個數字乘等差數列 那中間這一項就叫等差中向 等差中向 等差中向 母算呢 就是頭尾相加除以2 就會等於等差中向 看要不要寫一下 叫做頭尾 頭 頭尾相加除以2 就會等於的差中向 可以齁 這裡都比較簡單 講快一點 好 我們來看老師講解第三題 給你一個數列 他是一個等差數列公差是多少 是不是直接由後向點前向 所以是第一小題 4-1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你的公差是3 好 再來第二小題 第17項 什麼是D D就是A 所以是A17 A17 是不是等於A1 加上16個公差 N-1嗎 A1是多少 A1就是1 數列的第一個數字是1 16公差是3 所以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是等於49 所以算出來是等於49 這樣有問題 好 再來我們來看第三例 他說 這個數列的DN 像是61 他問的是 那是D幾項 你有看到DN 像你就寫AN AN N 可以 N 再把30度过来60度以30就20 所以我可以得到N等于21 有没有问题